網德堂這帶一直是旅澳遊客甚至是本地文青的必去景點 這裏十六世紀時是麻蜂病院 因為想給希望病人特意在旁邊建了一座教堂 而附近的人當年又因為好怕麻蜂病 所以就起了楓堂這個名字給他 時至今日圍著教堂這一切帶有南歐風格的建築 已經變成了文青攝影盛地 也造就了很多適合年青人口味的甜品和咖啡店進駐 今日介紹的這間就是其中一份子 這間店鋪的泡芙人氣高企 經典的脆糖面外皮 再配上蛋香十足的外脆內軟口感 一直都吸引到很多不同的人來試 不說不知 泡芙有個傳說是因為15世紀卡芙年皇后外嫁 而引入去到法國 然後就很快俘虜了法國少女的心 慢慢發展出很多不同品種 當然啦 來到澳門 泡芙就繼續擴展他的小宇宙 這個葡他泡芙就是這間店鋪的馳名創作 內餡就是由葡式焗蛋 再配上焦糖吉士醬疊加而成 將原本的蛋香變得更加濃厚 口感又豐富 再加上它這個造型 想不到這兩樣這麼經典的甜品 Fusion在一起竟然可以這麼配合 這麼有特色 再來不得不提的 就有這個開心果泡芙戚風蛋糕 外層有開心果打成的cream 內層又有開心果造成的焦糖脆脆 一次過給到你多種層次的開心果滿足 告訴你們 開心果是一種很高成本的食材 這麼等本 一定要推薦給大家啦 另外這裡還有一種挺有趣的甜品 就是Tiramisu Burger 它是由Tiramisu Tart演變而成 它將酥皮代替了撻皮 而且還將它爆漿化 務求令你好像吃雙層漢堡那麼滿足 說了那麼多 過來打卡喝咖啡 吃得怎樣選擇呢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